听风的声音 看世界转动 副总编辑 严济宇 副总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副总的严济宇 副总 今天要为我们带来什么样重要的国际新闻呢 那我先看看就是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纪念日 在美国的话是3月7日 台湾的话 相关活动我们台湾看到的话 已经3月8号 就是昨天了 那昨天是美国民权运动史上一个重要的 Blatissande 雪星星期天 是 雪星星期天的50周年 50周年纪念日 哇 所以50周年特别重要了 对 半世纪过去 那但是为什么叫做雪星星期天呢 这个事件是发生在就是1965年 1965年的那个3月7日 就是有一群 有一群 大家以黑人为主的 黑人为主的那种民权运动人士 他们在美国南方 然后非常保守的阿拉巴马州 他们要策划一场非常和平的游行 那游行要争什么呢 要争选举权 投票权 对 那投票权我们想这个是天赋 只要是公民 只要没有被此夺公权 那是天赋人权 是 可是当时在美国呢 对黑人还有很多少数族裔呢 这种投票权有很多不合理的限制 所以他们要游行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诉求 但结果就在1965年 又3月7日就50年前 他们游行到游行到阿拉州的一座桥上的时候呢 却遭到阿拉巴马州州警的 那个非常残暴的阻挡跟镇压 然后打得头破血流 又发射了一堆催泪瓦斯 所以历史上称之为Bloody Sunday 雪星星期天 哇 那个桥叫做爱德蒙佩特斯桥嘛 对对对 好像非常有名气 不过这个事件后来会有什么样的发展呢 这个事件后来 后来就在美国就引起各方的那种普遍高度的关切 是 跟注意 当时虽然没有还没有忘记网路 也没有电视24小时转播 但这些黑人 大部分都是年轻人 他们被 他们手无寸铁 但是却被一群警察 这警察当然可想而知 几乎全都是白人 在那种被打得头破血流 有的头骨裂伤 有的当场昏厥被排到送医院 这个画面传出来之后 那就是迫使美国政府 美国社会去面对 正式的 正面的面对 这样的国内的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种族问题 是 不过这个好像经过了这么久的时间 这个我们知道嘛 这一次好像是美国总统欧巴马 也有出席这一次50周年的纪念会嘛 对不对 对对对 他有一句话是蛮意义深远 他说我们知道这场游行尚未结束 似乎对于美国现在的这个平权运动 或是平权的状况 好像还是不是很满意嘛 是不是 对 其实那年 这样的一个游行 游行活动 当然他有很多的策划者领导者 那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就是他很熟悉的 金恩博士 马丁路德金 金恩博士 那其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是坐在白宫里的 占生总统 那当时双方其实有 在之前其实有双方有相当多的 相当多的 那个沟通 沟通 那很多人认为说 不希望说黑人 走上街头 把这个事件计划 造成对立 但是马丁路德金跟他的朋友 跟他的盟友就认为说 这个我们必须要让全美国 听到我们的声音 不管付出什么样的 什么样的代价 那其实到后来 从事后来看 那证明了这群黑人民权运动领袖 他们的决策是正确的 因为后来战争总统 他就推动立法 那就在当年八月签署了 美国历史上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个选举权法 那就赋予 就要求各州不能再用 各种那种旁门组合道的方式 来限制 甚至来剥夺黑人的 黑人的那个投票权 这是美国 美国政治上 民权运动上非常重要的 重要的一个关键转列点 哇 不过发展到现在 好像还是很多巧门 是不是 对 那其实还是有些州 还是有些州 会用一些奇奇怪怪的方法 当然不会像以前 那么样的 那么样的 那个明目张胆 所以这50年来 其实 欧巴马说 虽然说 游行还在进行 不过这50年来 其实美国 美国的 美国的那个民权 社会民权 其实已经 已经相当 已经有相当大的进展 因为50年前 在桥上被打得 头破血和那些黑人 他们绝对想象不到 50年后 是一位黑人总统 是一位黑人总统 来主持 这一个 主持一个 这个纪念 纪念仪式 不过一定要问一下 就是说 很多人就觉得说 现在的美国总统 像这个 刚刚这个副总提到了 已经是欧巴马 是一位黑人总统 可是很多人 对于国内 现在的平权 似乎还是非常不满意 可能连欧巴马 自己都觉得不满意 您觉得 这个最大的原因 是在哪里呢 大家都知道 就是美国 在去年的时候 有一个 明不见经算 一个小地方 是 密苏里州的 那个地方叫福克森 福克森 它爆发一起 社会案件 就引起 就变成一个 全美各地的 一种烽火四起的 一个社会运动 就是有一个 有一个少年 18、90岁少年 叫布朗 被一个白人警察 被一个白人警察打死 那就是吴晓布证书 后来各地 又都出现类似的 黑人 黑人平民 他们可能只是 只是做了 犯了一点小错 那就是被警察 就被警察 用警察击毙 或者警察在 执法过程中 导致他们死亡 那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 一连串的事件 在纽约也有 后来有纽约警察 被黑人 被黑人枪杀 是 这样的事件 就让美国 美国社会跟民众 又回来再看 说这50年了 50年了 那我们的 我们社会上的 这种种种族之间的 种族之间的 这种不平等 种族之间的冲突 种族之间甚至歧视 是不是真的 真的这些问题 已经不再存在 是 那结论是很显然 仍然存在 是 这真是一场悲剧 好像就感觉到 这个东西是一直隐藏在 他们这个美国 这个内部的问题里面 好像虽然就没有 显而易见 但是只要一有冲突 就被挖出来 不过欧巴尔特 他昨天其实讲的 也非常好 就是说美国 如果真的要成为一个 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 保持一个伟大的国家的话 就是美国他不断 他要有不断的 自我批判 是 自我批判 自我反省的能力 不断要把过好 把现有跟过去的 那个imperfection 都不完美的地方 我们的那个缺陷 缺失 不断的拿出来 不断的拿出来看 这样美国才能成为一个 伟大的国家 我想这个对世界上 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如此 就是去面对 你看像奥斯卡 前几年是自由之心 非常受到好评 而且拿到最佳影片 今年好像是竹梦大盗 也是类似这样的议题 竹梦大盗 台湾上的比较晚 好像下个月初 四月初 四月初才上 虽然他没有在奥斯卡得任何奖 其实也只有一项提名而已 是 被很多人 被很多人诟病了 今年奥斯卡 就是几乎都是白人的天下 对 就白人当家 是 原来就是朋友 观众朋友有兴趣的话 那这部片子 是非常非常值得 值得一看 值得推荐的电影 四月初 所以大家可以 拨一点时间去看一下 你可以更了解 美国的 不管是历史发展 还有美国社会的现况 还有美国很多根深蒂固的问题 到底是这么回事 那其实看这部片片子 都有助于了解 是啊 第一确实如此 有些事情是可以原谅 但是不能被忘记 对 好 接下来呢 副总还带来什么样的新闻呢 接下来我们要讲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 也是让人悲伤的 让人悲伤的一个周年纪念日 是 就是一年前 刚刚讲的那一个 Blavis Sunday 是50年前半个世纪 那接下来要谈的 其实发生在一年前 就去年3月8号妇女节 妇女节当天 凌晨的时候 在马来西亚航空公司 他一家编号MH370的班机 那从吉隆坡 马国首都吉隆坡 要飞往北京 那就在这个飞行过程中 突然就失踪了 哇 这个到现在还是 好像是还没有任何的结果 对这个事件就是让人就是 这个几乎可以说是 航空史上最神秘的 最神秘的一桩事件 是 只找到了一些 那个飞机的残骸 而且还不是很多 其他东西几乎都没有 其实残骸 其实残骸到目前 我觉得都是只是疑似 对疑似的 没有任何确定的 就算一片机窗也好 或一片行李也好 救生也好 就是完完全全 在汪洋大海上 完完全全看不到任何 一时一毫的物证 对这个事件 对很特别的地方 而且不晓得任何的原因 就是之前还怀疑机长 对不对 然后任何的可能的点 通通都切入去搜查 反正就是恐怖主义 恐怖组织通通都那种点 通通可能 结果我后来发现 那个头都 通通都断掉 所有的线头都断掉了 都不晓得要从哪里查起 因为这架飞机 它从 大家看一下地图就知道 它从吉东坡要飞北京 它的大方向是往东北方 往东北方 结果它就飞到 马来西亚跟越南空域的 那个交接 交接处的时候 交接处的时候 它突然就转向西 转向西 那接下来又转向南 然后就往 然后专家就推估 它后来就是往南印度洋 南印度洋的方向飞去 那在这个转向过程之中 它跟地面的塔台 地面塔台没有任何的沟通 没有任何讯息 我们也没有听到说 这个机长求救 说如果是被截击的话 被截击的话 那没有任何的讯息传出来 机长也没有任何的求救讯号 那这架飞机就不知道为什么 在空中来一个大 几乎是180度的大转弯 那飞向一个完完全全 不是它目的地 目的地的地方 所以这个现在是让人很匪夷所思 不过这一份其中报告 里面有什么惊人的这个内容吗 好像也没有是不是 因为说实在 因为大家都知道 我们每次看到 很不幸的飞机坠机的 空难新闻的时候 大家马上就问说 黑盒子找到没有 黑盒子就那个飞行资料记录器 作伤语音通话记录器 你找到没有 这样的问题是说 这架飞机我们连它 坠毁的确实位置都不敢讲 都不讲 那它坠毁在 那它的黑盒子呢 好像根本就是完全没有音讯 现在好像没电了吧 应该是 对 因为黑盒子它 黑盒子它的设计 就是它非常非常坚固 耐摔耐烧 那它如果到海底之后 它会大概会持续发出 那个无线电讯号 大概也只能维持一个月 它讯号带只能维持一个月 就是说你一定要在一个月之内 找到定位黑盒子的所在 否则的话希望就很渺茫 当然大家都知道 现在已经过了一年了 是 一年的时间了 不过这份其中报道 是不是也有讲说 我们搜救的期限 是到今年的五月就停止会搜索呢 就是目前他们规划 因为目前的那个搜救 主要是澳洲跟马来西亚 两国在进行 然后两国加起来 已经快花了快要两亿美元 两亿美金了 然后就在进行 他们是先给自己定个期限 说五月底 五月底之前 五月底之前 就把他们现在该搜寻的范围 那个差不多有六万平方公里 就台湾的大概 大概那个一点 一点多倍吧 要把这样的一块地区搜寻完 那搜寻工作就告一段落 不过之前 前两天 那个马来西亚总理 纳吉布 还有那个中国 北京当局那边 因为上面的乘客 大概超过一半以上都是中国人 是 那北京当局跟马来西亚 吉隆坡当局都表示说 无论如何 会继续搜寻下去 所以目前看起来 五月之后 可能就是双方要另外 另起炉灶 另外定个计划 不过搜寻工作 大概应该 短期内还不会 还不会马上喊停 所以就是三个月之内 现在因为距离五月 只有现在三个月 三个月之内 如果还没有找到飞机的话 应该会再另外有个计划 来进行搜索 要不然这个 因为人命可能是 已经 已经可能是非常渺茫了 还是希望可以找到黑盒子 或者是其他的鸡孩 找到失事的原因 这个还是很重要的 其实这架飞机 其实你严格来讲 因为你没有看到任何的 任何的物证 当然也没有任何的遗体出现 所以你最严格定义来讲 应该是失踪 对 马来西亚当局 马来西亚当局 他其实在今年一月的时候 他就做了一个动作 他就是正式宣布 这架飞机失事 然后飞机上的 飞机上的239位 乘客跟机组员 都已经罹难 做这个动作是做什么呢 就是要开始可以谈 后续的赔偿问题 所以现在这个 还没有赔偿吗 对 马来西亚当 马航公司 当然有事先豪富一些 那种慰问精心 是 但是真正要赔偿 那个其实还有相当长 好 还有相当长的一段 法庭诉讼 不过就是马 就是马 马国当局 他做这个宣誓 就是表示说 现在赔偿问题可以谈的 不管是我们和平的 坐下来谈 还是上法院谈 那另外一方面 那罹难家属 他也可以开始申请保险理赔 就是说 你要有这样一个宣誓的动作 接下来的那种法律程序 保险公司的商业程序 才可以开始 才可以开始走 但很多家属 还是不愿意接受 不过看样子 这个是long way to go 还有一条路要走 非常远的路要走 不过看这个家属 有表达自己的心理 就是说 永不放弃送巡 要把这个MH370的 这个里面的乘客 可以带回家 对 这种心理 我们都可以理解 是啊 希望这个 能有奇迹出现 只能这样说了 好 副总 接下来还有什么样 其他的新闻呢 那接下来我们还是要谈一谈 我们这个节目中 经常谈到的 现在全世界最红的 最红的恐怖组织 伊斯兰国 伊斯兰国 最近又开 最近又做出一些很多匪夷所思的 匪夷所思的事情 是 他们做了些什么匪夷所思的事情呢 他们基本上就是在中东 在两个流域 在伊拉克跟旭亚 真的搞文化大革命 什么样的文化大革命 明明是 我们中国文化大革命是焚书坑乳 很类似 就是那个 我先提一个中国历史 是 就是1966年6月1日 中共的人民日报刊出一个社论 叫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里面就提到说 他们要彻底破除几千年来 所有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叫破四旧 所以后来文革时期 我们就看到很多的历史文物 建筑、碑、石碑等等 都被红卫兵打烂、砸烂 然后放一把火烧掉 现在的伊斯兰国艾埃斯 在中东 在伊拉克跟叙利亚 他就是干这个勾搭 不过我记得我的印象里面 很久以前塔利班好像也是这样玩的 对塔利班也够很 他们是在阿富汗 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山谷 叫巴米昂 巴米昂山谷 有一个从石壁中凿空凿出来的 凿出来的两句大佛 就像塔利班神学士 就拿陆军军用的大炮三炮 就直接把他轟掉了 天啊 所以这真是 这已经找不到形容词了 找不到形容词来形容 但现在埃埃斯在伊拉克 在伊拉克在叙利亚 也是在做类似的事情 不过他这一次还 那个时候塔利班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只能说网路还没有这么流行 这一次他还刻意把它录下来 公租在网路上面 唯恐天下不知 他不知道那个心态 不知道是什么 他们其实 这个IS伊斯兰国 他们是一个很特别的组织 一方面他们是恐怖组织 一方面他们是游击队 所以他们不只是要伸张自己 要宣扬自己的目的宗旨而已 他们要建立一个国家 要建立一个所谓哈里发帝国 那在这个帝国之中 他们要求推行最严峻的伊斯兰教的教义 这个是逊尼派的极端 把他推行到最极端 除了符合这个教义之外的 其他一切东西都没有价值 所以对他们来说 就是说你不要跟我讲说 这个实相有几千年历史 它代表什么样的意义 在人类文化历史上 历史上有什么重要价值 只要它不是我伊斯兰教的东西 它就没有任何的价值 现在就是说 联合国那边还觉得说 他犯了所谓的战争罪 可是对他一点用处也没有 一点皮条也没有用 以前从纳粹到后来的南斯拉夫 我们有个词叫做 叫做种族清洗 说清洗其实意思就是大屠杀 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说 埃斯这样一个行为 他们在很多的古城大肆的破坏 把很多的神像 就是把他整个拿 用大水子把它砸烂 他们说这种形形 已经可以叫做文化清洗 实际上就是一场文化的大屠杀 真是太恐怖了 不过您刚刚提到 埃斯它最主要是要建国 建国当然就需要资金 你刚刚提到这些文物 我看它除了把它毁坏之外 还盗卖 对对他们会 他们其实因为他们在打仗 打仗的时候你就不能只念一念古兰经 像以前那个义和团一样 念念经就可以包装不入 所以打仗要花钱 所以他们其实会事先挑选一些 挑选一些比方可能比较大型的 大型的石雕 他们会先把它运走 那现在一般都推出说 他们这些东西大概就会送到黑市 送到黑市 黑市去卖 因为这个 因为伊拉克跟西亚 大家会觉得说 好像是一个很落后的国家 多年战乱的国家 那个地方有什么文化可言呢 那大家可能要回去翻一下历史 历史 两河流域 我一般称之为人类文明的摇览 是 人类文明摇览 那个地方动着 你不小心就碰到一个3000年的死雕 4000年的那个古城 所以那个东西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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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珍贵 那现在 伊拉克就一方面破坏 一方面变卖 所以对整个 其实不只是当地中东地区 对整个人类文明来说 都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几乎可以说是浩劫 因为这些东西一旦毁坏 你完完全全无法修复 真的再也回不来了 对对 连修复 连重建的可能都没有 真是 所以我们那时候都讲说 古迹是要以古修古 现在这个东西不见了 连修都没办法修 对对 它就整个毁掉 真的 真的令人非常 这个真的很惋惜了 对 不过刚刚提到的就是说 这个伊斯兰国嘛 建国它需要钱嘛 打当也需要钱 除了这个道卖文物之外 哇 听说它靠着这个走私毒品 赚了不少钱啊 对 其实除了道卖文物之外 一方 西方国家一般推估 推估就是说大概 伊斯兰国最主要的金钱来源 一个是绑架 是 靠绑架勒索 拿赚赚赎金 赚赚赚赎金 很多国家会乖乖付钱的 是 那另外一个就通卖石油 对 通販石油 通販石油大家都知道最近油價 從去年夏天油價跌了一塌糊塗 這對IS應該也是蠻有影響 所以他們最近但又想到另外一條身材之道 就是賣毒品 邪惡經濟 對對對 這個金額還蠻高的 蠻嚇人的 這其實也是非常匪夷的 因為按照伊斯蘭教的律法 你不用說吸毒 他們連抽煙 你真正的穆斯林是不抽煙不喝酒 不抽煙不喝酒的 吸毒對他們來說 大家都知道很多國家 很多伊斯蘭教國家 像印尼 像馬來西亞 通關的時候被搜出毒品 那都可以判死刑 很多人就這樣莫名其妙 印尼就是這樣 澳洲兩名毒品販賣被判死刑 你不用說什麼鴉片海肉鷹 你帶大麻都可能會讓你送命 但是這個艾斯他 他以這個極端的 伊斯蘭教教育為號召的組織 他現在居然靠著賣鴉片 賣鴉片賣因素花 來賺錢 所以這個真的是非常諷刺 真的很離譜 這個讓人很不敢想像 他這樣靠這個樣子的賣鴉片 每年至少可以進賬十億美金 大概是三百億的台幣 不過我看到這個新聞 實在是裡面 他的強調就是說 裡面還有利用他毒品 來控制成員 對 這個實在是 這讓人家覺得很匪夷所思 這完全是用毒品來控制 不是用教育來控制成員的思考 而且他們這個毒品交易還有個 還有個特別麻煩的地方 是 因為你說黑市文物買賣 那我們還有辦法去可以追查 是 你要求各國政府 嚴格看管 你要求各個拍賣公司 藝術品經濟商 我只要抓到就重罰 我聯絡國際刑警組織 那全面的監控 是 那石油買賣 基本上也還可以監控到某個程度 那這種毒品交易 它本來就是地下 本來就是地下 它本來就是黑暗經濟 黑暗經濟 不見光的 是 所以這個東西 基本上你要去追 要去追查 要去監控 那更加困難 好 不過呢 現在艾利斯是被各國這樣聯合圍剿 不過厲害的是 他總像是一個打不死的蟑螂 永遠都可以活下去 這是讓人家覺得很不可思議 所以接下來就要看看 艾利斯還會出什麼招數了 好 今天我們就謝謝副總為我們帶來 這個精彩的這個節目內容 那也希望下星期可以聽到更不同的這個國際新聞 謝謝副總 好 謝謝